大家好 又见面了 把铅笔削尖 颜料混合均匀 这些都是制作艺术品的准备工作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今天一开始我要教你一些画云彩的诀窍 接下来还有大型图案的时间 哦 你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吗 之后我会示范如何为房间做一只肮脏的怪兽 好的 我们开始吧 云彩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 这非常的有趣 因为它的画法千变万画 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告诉你一个小诀窍 让云彩看起来毛茸茸的 现在来看我是怎么画的 我先画一朵非常简单漫画式的云彩 瞧啊 我正在画小弧线 无论是你画哪一种云彩 它的形状都应该是不规则的 面对现实吧 你仰望天空时看不到正方形或者三角形的云 它们全是不同形状 不同大小的 在边缘画上一些蓝色的阴影 看起来真的很蓬松 对 像波浪一样 瞧啊 画上一点蓝色 环绕着边缘成小C状 这都非常的简单 对 漫画式的云彩 里面加上一点蓝 完成了毛茸茸的云彩 粉笔或者蜡笔非常适合画云彩 这里呢 仍然用弧形来表示 要画出不规则形状的云彩 这次我使用粉笔的侧面来画 你们看 我只用小弧线 慢慢的建立云的形状 好极了 这边呢 再画一朵不同形状的 你应该知道 没有一模一样的两朵云 为了让云看起来更加的蓬松 我们可以用手指 对 用手指能够让它们变得模糊起来 手指要按住不放 稍微的向外抹上几下 让它慢慢的松开 要让它看起来具有非常好的立体感 边上呢 需要再加强一下 就像这样画出一些小的弧线 对 有各式各样的C 就像这样围绕着云的上边画 这些云真的是毛茸茸的 水彩呢 也很适合用来画云 第一个步骤 首先要先把纸弄湿 当然不能太湿 只需要在纸上沾上一些水 让云的质地看上去非常柔软 水不要加太多 然后在潮湿的纸上涂一点点白色 或者灰色的颜料 看呐 这儿涂上一点点 它慢慢的变干 接着在云的边上加上一些淡淡的弧线 再看一次 还是一些C 好极了 我们需要在下面画一些深一点的弧线 于是它看起来相当的愤怒 但是它却很蓬松 一块雷雨云完成了 最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很棒的技巧 教你画晚上的云彩 我们用粉笔的侧边来画 但是别画出整朵的云 只要围着月亮画出边缘 就像这样 然后还是一样的画上一些小的C 好极了 接着用手指使它变得模糊 下手可不要太重了 我们需要在云上加上一些小的弧线 它们看起来很蓬松 好极了 好极了 以上就是画云的不同方法 自己试试看吧 你能画好的 如果你想在漫画中加一些云 别忘了让它们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 在边缘画上蓝色的阴影 让云看起来更加蓬松 像波浪一样 如果你用粉笔来画云 用它的侧边造成不规则的效果 然后用手把粉笔的痕迹变得模糊 让云看起来毛茸茸的 如果你用的是水彩可以混合白色和灰色的颜料来画雷雨云 下边缘要画的深一点 上边缘要明亮一些 让云看起来更加的蓬松 至于晚上的云还是用粉笔来画 但只要围着月亮画就可以了 然后用手把云的边缘变得模糊 接着我们需要加上一些小弧线 我有了一个制作大型图案的好主意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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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比如说纸巾了 沙子吸管了 还有糖果棒 我敢说你一定猜不出冰激凌中的蛋卷是用什么做的 没错 是用微化饼干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 他忘记螃蟹了 不 我没有忘记 他在这儿 看看 你知道他的壳是用什么做的吗 是用海背 我把它涂成了橘黄色 然后用导管做他的脚 你把每样东西都摆好 就把它贴上去 试试看 自己的小型图案 嘿 过了一下 我能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吗 这床底下有什么东西呢 或者是你的衣柜底下 臭袜子 腐败的食物 都是一些非常讨厌的东西 很肮脏的东西 你不可以 看看我的是什么 你一把怪兽 很棒吧 瞧瞧 他们张牙舞爪的很可爱 知道吗 制作他们非常的容易 跟我来看看 要做你一把怪兽 你得在桌子上 铺一层塑料袋 保护表面 然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些纸浆 把乳胶加上一点水稀释 但是你需要大量的混合物 这个步骤我们重复过很多次了 我们需要把六张双叶报纸撕成碎片 当然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可以请奶奶或者其他的人来帮忙 完成之后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我几乎从没在节目中做过 看我需要卷起袖子 因为这很容易弄脏我的衣服 把所有的纸片放进胶水当中 对我要用手挤压它们 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 好极了 看我是怎么做的 对慢慢的挤 慢慢的压 很好 只会吸收胶水 如果你继续的揉搓 它就会开始裂开 你们也知道这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但过程也充满了乐趣 当然完成之后 你要把手洗干净 结果呢 就如你所看到的 看我们一起看看 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瞧瞧 是不是很恐怖 像月球表面 这是怪兽的身体 来我们抓上一把 就像这样 揉成粗糙的球状 还是一样挤压它 塑造出你要的形状 看 我把它高举 在塑料袋的上方 让它掉下来 好极了 如果需要的话 把它稍微的塑一下形 已经很不错了 这样非常好 稍微挤压一下侧面 让你把怪兽的底部平坦一些 现在又让怪兽慢慢的成形 抓一小团的混凝纸浆 把它揉成手臂的形状 不管怎么样 它的确有点像香肠 对 我要把它放在塑料袋上 就在怪兽身体的旁边 把它塑造成形 慢慢的结合为一体 看哪 这全靠手指的功夫 我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 看 这是另外一根小香肠 做这个非常好玩 我把它放在这里 轻轻地按压 整理泥团的边缘 使它更加平滑 直到你满意它的形状 你必须制作出 全身的每个部分 看我做一双眼睛 给你们示范一下 要制作怪兽的眼睛 就要使用更小的泥团了 我们需要把它揉成小圆球 塞进身体的适当位置 很好 稍微地挤压一下 别弄坏了 至于它的嘴巴 要拿一支铅笔 插进身体的正面 就在眼睛下方 然后滑过来 好 制作一个开朗 没有牙齿的笑容 当你完成 所有部分的制作之后 我要把它放在一边 让它晾干 它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干 但这等待是值得的 因为当它干了之后 结果会变成这样 瞧瞧 很棒吧 它硬得像石头 真的很坚固 把泥巴怪兽 放在塑料袋上的原因 是干了之后 不会粘住 很容易就能脱落了 太棒了 好 今天的节目先做到这里 自己试试看 要做泥巴怪兽 记得开始前 一定要铺一层塑料袋 然后 把六张双叶报纸撕成碎片 放进混合了一点水的乳胶中 没错 可能是有点脏乱 用手挤压纸片 直到它吸收胶水 变成泥巴 抓一把泥团往袋子上扔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我是这么做的 碰 好极了 你可以把它塑造成任何形状 接着 用小一点的泥团 制作身体的其他部位 同样把它们塑造成形状 加上两个小泥团当作眼睛 最后用铅笔雕刻出嘴巴 等它晾干之后 把塑料袋拿开 下次会示范如何上色 以及如何装饰它们 还会介绍其他调皮的泥巴怪兽 看 这个怎么样 对你吐吐舌头 或者是这个 拼命向你挥挥手 嗨 大家好 又见面了 我正在做这些可爱的小怪物 他们非常适合藏在你的房间里面 你可以把它们放在衣柜下面 那里又脏又乱 而且又阴暗 放在这儿 挺棒吧 或者是把小怪物放在床的下面 那里全是灰尘 而且很黑 对 我还有更好的主意 你可以把它放在别人的床上 它们上床睡觉时会被吓得大叫起来 大家应该记得 我们上次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你自己也试试看 在开始动手之前 一定要铺上一个塑料袋 然后把六张报纸撕碎 放在经过稀释的胶水里面 用手去挤压报纸 让它充分吸收胶水 变成泥浆 拿出一堆泥团 放在塑料袋上 按照自己的意愿 塑造出形状 再取一块比较小的泥团 把它们做成脚 粘在身体的底部 对 把它们粘出形状来 用泥团做眼睛 最后用铅笔挖出嘴巴 等它风干之后 就把塑料袋拿开 现在要给你的小怪物 涂上颜色 首先要把它放在塑料袋上 因为上色时会弄得非常脏乱 为了做出怪物可怕的皮肤 你得用到各种颜色的广告颜料 把广告颜料倒在怪物的身上 让广告颜料自然地流出来 哦 我要开始了 很棒 就是这样 它自然地滴落 创造出坑坑巴巴的皮肤的效果 用相同的方法倒下第二种颜料 看 我要用黄色的 我要看着它们混合在一起 看 哦 太棒了 太棒了 好极了 倒满它 用相同的方法倒下第三种颜料 我喜欢做东西的时候 弄得到处都是 只要事先做好准备就行了 别玩得太过火 保持心情愉快是最重要的 你们看 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把它放在一旁晾杆 但我呢 要把它拿起来 让你们看看效果如何 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用画笔 把没有颜色的地方补充一下 你可以使用各种颜色 帮小怪物制造出不同的感觉 这次来试试别的颜色吧 对 我很喜欢这么做 开始了 这是黄色的广告颜料 来看看结果如何呢 把它倒下去 这次我的速度会快一些 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下一个使用橘色 我就这样把颜料倒下去 看好了 如果没有低到的地方 可以用画笔补充一下 但不要破坏了这种黏乎乎的感觉 最后呢 我要倒下紫色 你们看方法就是这样 照这个方法把颜料倒下去 很好 就像这样 最后我们试试荧光色 首先呢 我先要倒进荧光黄色 看呐 我把颜料倒在它的角上 很好 倒满它 接着试试荧光粉红色 像这样倒在它的角上 如果没有低到的地方 可以用画笔再补充一下 看这儿 这儿 接着倒进荧光橘色 看呐 真的很漂亮 这里 还有这里 很好 用画笔给没有低到的地方 涂上颜色 但不要破坏了黏乎乎的感觉 很好 太棒了 就像我这么做的 之后呢 我把它拿起来 把它晾干 晾干之后会变成很棒的艺术品 不错吧 当你们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 并且颜料也晾干了 你可以画上其他的细节 比如说白色的眼睛 用黑色的记号笔 把它的眼睛画得更加逼真 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这个呢 当你的怪物还没有被涂上颜色时 你可以用硬纸板剪出手臂 然后把它们粘在怪物的身体上 紧紧地把它们压下去 然后我们需要 这么做 记住 你要使劲 让它完全融入怪物的身体 等它晾干之后呢 我们可以一起帮它们上色 这样就能够做出很漂亮的小怪物 就像这样 你们看 它是个爱打招呼的小怪物 最棒的怪物 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样子都不一样 现在我要把它带到家里面 把它放在床的下面 对 放在这儿 它跟朋友们在一起了 你们看 试着做个小怪物 把它藏在你的房间 黑暗的角落里吧 很漂亮的 让我来看看 让我来看看 对 建筑栏的材料还是基建的 这给了我一个艺术创想的气势 谢谢 谢谢 给你钱 谢谢 好 给你钱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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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